相信大家都要看TVB的《末女大翻身》 為了配合這個節目 亦都因應我在裡面有參與 所以我就決定 在每一個女生播完TVB幾集之後 大家可以來到我這個YouTube頻道 看到一些大鏡頭以外 一些小鏡頭的花絲仔 我第一次見到Maggie 我就覺得她的聲音和樣子是完全不協調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線和語調其實都很溫柔 雖然有些過濃 甚至我們導師都覺得她的聲音好像Hello Kitty 但起碼你會覺得她是舒服 不會有很多次這樣射出來 而我覺得第一次見到她的印象 令到我比較介懷是她的爬牙 因為她的爬牙的門牙整排 我覺得很灰灰暗暗 有點像柱牙 而且她亦都給我感覺是自信心非常之低 很多時候她說話都會很情不自禁地 一說完就要合起來 或者是有些聚會的時候 她都會戴口罩 又說她不舒服 傷風 其實我相信她可能是想 避免她的爬牙 就是這樣 痛不痛嗎? Magi 1,2,3 OK 其實我想最痛的是打 焗布麻醉 很冤痠 很酸的打檸檬汁 但她皮膚漂亮很多 她皮膚漂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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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都做了她的生長 在她的蘋果肌 夫妻公 和發令紋鼻液的位置 對 你覺得比起以前 但弄了牙 打了感受 你自己覺得開心嗎? 開心 你有沒有增加你 在人面前的自信 有 有 現在我看到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都說 每個人都合成的樣子不同了 漂亮了很多 都很鮮亮了很多 對 很開心 很開心 可能我弄了牙 皮膚不同了 現在和朋友去拍照 常常都會露齒笑 反而被朋友笑 我 娘娘 再買牙膏 說好了 我記得適合你的時候 常常見你戴口罩 還有 有時笑的時候 都很遷就著 有時你偶爾笑一兩下 很開心 但你又好像潛意識 告訴自己 要合牙口 現在我覺得 真的很好 所以牙齒也很重要 如果我問你 你現在還有什麼想改善 我想做一個輪廓 輪廓 輪廓 對 再更改善 對 更改善 更改善 對 反而我覺得是 對 下半部分 是怎樣去弄 可以弄 這樣做 是 其實已經有改善 因為在鼻子兩邊 打了些膠 其實它已經 噴出了 噴出了 對 當這個位置多一點 你伸廓 到這個位置便會 好 雖然整容是有限制 但是我覺得 以眉整容 以注射這個方式 令到一個人 又一個 很苦情 苦瓜樣 變得 比較有自信 這件事也是不錯的 因為說 如果手術性 一些整容 始終都是有風險 節目出街 可能會有很多壓力 面對 那 你家方面 媽媽有沒有覺得 你的改變 對你有些不同 我媽主要 就說我漂亮了 那個樣子 就 但是我媽呢 就 不是說 太多正面的事情 她 傾她自己的方言 她可能會說 哎呀 到時節目出街啊 哎呀 你又怎樣啊 睡工又怎樣 可能她有很多 比較負面的事情 但是 我都盡量跟她說 首先 我工作已經結束好了 我跟那些 頭 一早已經說完了 Maggie 可能我們要輔導你 媽媽不是輔導你 哈哈 就是 我老頭也很好 她知道我幾時實際 突然出街 那幾集 她還給了一個星期 教我 照我休息 不要上班 我說 同事 我也不會理 其實 我起碼 我跟媽媽說 我起碼這半年 就是過去那半年 我真的有付出過 有改進 對 下手下腳去改變 都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跟媽媽說 你現在擔心沒用 你到時看這個節目你就知道了 其實真的 我記得那時候 最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容貌 而是 感覺上 你應該找一份工作 對 那時候 每一份工作是長的 我還記得第一次認識你 你是在寵物店那裡 做銷售 你還送了一包 食物給Fergie 很好 我看到你的轉變 這張照片 在Maggie完全沒有做任何微整形之前 你可以看到她的皮膚狀況是比較差 蘋果肌也是很膩的 尤其是她的嘴巴有些突出 未做牙貼前 她的門牙也是可以看到有些柱牙的 這個叫做每次變靈多一套 感覺上蘋果肌 還有這裡 稍滿了之後 整個人好像是Innocent那些 還有減零 頭三了 還有你這個鼻 鼻沒有那麼大 對 就好像沒有那麼大 因為這裡多了 對 對 嘴巴好像沒有那麼大 嘩 Maggie 現在是Catwalk 今天平日很少見你這樣穿 OK 之後Maggie又回到鄭醫生的診所補針 這張照片是她最近期的照片 她聞了糖味 我覺得年紀比較成熟 但我已經做了一些 Maggie 變身完後的Maggie Hello Hello 我見你剪短了頭髮 對 因為想明知道 夏天 你覺得你改變最大的是什麼 改變最大是性格 性格 我以前的朋友都覺得我人很軟弱 蛇龜 細膽 不得驚 但經過這半年之後 我覺得自己第一 大膽了 estrogen 我憑憑了我自己 不要像以前那樣困死自己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性格 還有人樂觀了 肯開啟自己去認識更多的朋友 還有我想整體外觀也變了 其實我現在 我這幾天在電腦那裡 找回我去年前年大前年的照片 我都不認得了 有一刻就想這個是不是我 開始不認得了 都覺得自己改變很大 多了去信任其他人 我以前覺得 每個人都對我不好 每個人都很欺負我 變成我自己封鎖了自己 不敢去相信人 但我現在開啟了我自己 當我人轉變了之後 原來我身邊的朋友 我身邊的人都會 都會跟著我一起去轉變 那你覺得你的性格 有沒有認為你媽媽 對你太深刻? 我媽媽呢 其實她的性格是比較特別的 她想一些事情 我都解釋不到 但我經過這半年 我跟她是 確實是談多了 因為無論我怎樣保密也好 我都會跟我媽媽分享 這段時間來談什麼 這段時間去做什麼 雖然她還有很多 比較負面的思想 但起碼她會 慢慢懂得聽我講話 大家去分享 還有我又教了她 用WhatsApp 那些東西 所以你媽媽 以前完全不懂得怎樣 對 她只懂得打出打入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一起住 那大家反而是這個轉變 而且我是開啟了 開了口 多了跟別人說話 那她 大家反而的感覺是關閉了 也會說 你哪時放假? 你有沒有空 要出來吃飯 要出來喝茶 我買衣服給你 那雖然有時候 都是改變不了一些她的思想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有些人的性格 其他人的性格 我們改變不了 那只不過我可以告訴她 我是改變了 我是成長了 對 因為你也有整美皮膚 有打透明質酸 對 有整美皮膚 三個東西只是讓你選擇 一樣 嗯 你也是會選擇整美皮膚 對 對 Maggie 我很想知道 對 比如感情上 你現在已經可以說 是退變了 對 對 對 你覺得你對愛情 有沒有一個春心蕩漾的感覺 還有現在 有沒有一個希望 嗯 有沒有桃花 你覺得這樣 有自己喜歡的人 但是 但是 還沒 還沒 敢去 走 黎明啊 哈哈 哈哈 因為我知道 Maggie很喜歡黎明 所以 那個人就不是黎明 是工作上認識的 是不是 也是朋友 對 但是 這一刻 我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為什麼還沒準備好 你覺得 有什麼不準備好 你的樣子不準備好 沒有 你的勇氣還沒準備好 勇氣 為什麼沒有勇氣呢 你喜歡一個人 如果你喜歡他 如果你喜歡他 是很困難 你應該 爭取 就好像你 這次參加我們的節目 也是為自己爭取的 是 一個機會 我覺得 他沒有女朋友 他沒有女朋友 Single Single 在這時 對 那為什麼 沒有勇氣呢 你怕到時 女生和男生表白了 可能你們現在的Friendship 就會怪怪的 是 我之前經常聽朋友說 哇 你說了嗎 要不就行 不行的話 朋友有沒有可以做 自己這樣 還有 還有 我現在 我自己內心覺得 我想 我跟他都保持著聯絡 但我也想過 我拍我的30秀 先 看看 看一看 什麼 現在這條影片出門 你那三集應該已經過了 因為我這條影片 就會在TV 《末女大關心》 節目完了之後 就會播 那 你擔不擔心 我也覺得不擔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 在整個過程當中 這個是真人Show 你是把你原本真實的你 是呈現給大家 雖然一開始一定 不是那麼好看的了 意思就是 一開始 會把自己醜陋 或者不好的一面 去呈現給觀眾 但是我又覺得 一個人 最值得人尊重的是 你有勇氣去改變自己 有勇氣去承認自己 有什麼不足之處 而去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所以我就算覺得 你節目出門 頭一集 可能是 會 不說你很多 可能是不好的事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不需要介懷 因為你不是由好變壞 對 你由一個末女 變成一個有女 一個有前途 有希望的女生 有love的女生 那還用不怕 這個是我覺得 可以的 嗯 是 原來我們人 是去到某一個位置 真的要去釋放自己的不開心 憤怒 真的要去釋放 不是說 沒事啊 沒事啊 以後可以不用理 原來不是的 他只是 好像一個 tumor 這樣 他釋在心 身體裡面 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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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一個地步就會爆 嗯 我 平幸自己 一天兩個月 中 真的 抽了這個摘地摘www 我只是想過 如果沒有那ורה 頭 我可能會摘秋 之後現在還有心態的 不過這個形容不錯啊 arrested 有些形容著 有些形容 但是呢 會不會 你結果謝謝 能否對你的內心 相對不來 會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和美這字請上關 我只是被人說我是不愛 醜樣子 豬扒 以前又不懂打扮 覺得自己是一隻東西 變成自己無信心 不敢去認識朋友 不敢去認識男朋友 我會覺得我都不漂亮 那些男生比我的女生漂亮大把 不要選我 我又有很多萬千個 excuse 我覺得我不行 我又蠢 我又沒有腦 又不知道怎樣 要養人不美 那些男生不要選我 朋友 都是不好 你懂得更厲害 那些東西 但是 整好容貌之後 我會覺得 我整好容貌 雖然可能比較吸引男生 比較吸引朋友 但是 這個也是其次 整好之後 我就知道自己 其實 應該要用什麼容貌 要用什麼心態去對待朋友 對 我知道 因為我不做的 因為我不見過自己 現在漂亮了的樣子 我不知道自己 其實應該用什麼 態度去對朋友 對愛情 嗯 就算 很好 我現在還沒做到 100%很漂亮 但是 因為我已經改變了 我知道自己 我應該怎樣去做 那我有勇氣去 去 認識更多的朋友 開始去留意一下 我怎樣會吸引男生呢 這樣 雖然我都不是很漂亮 那 這就以前 我一直都不是這樣 嗯 我覺得你的性格 比很多女生 都漂亮很多 所以 你一定會吸引我 嗯 對了 墨女要翻身 其實呢 你們都 inspire到我 去年 節目一開秀的時候 有出版社 問我 出不出美容書 那我就靈機一觸 我就說 好 我不想 只寫一本 是講美容的 可能有一些 墨女需要知道的東西 都應該放在裡面 例如養生 美肌 化妝 還有一些 心靈上的東西 希望你喜歡 喜歡 對 我可以慢慢讀 我簽了名字 平時都會收到很多 PR送給我的 扮靚東西 與其留在家 等他們發毛 不如跟人分享 這樣價值就會更高 接下來呢 QQ 還會和大家分享 其餘六位 末女的幕後花水 有興趣看的話 就可以來到 BeautyQQ的頻道 希望大家喜歡 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